Hello,大家好,我是Mr.Manso 今天會來講HKDSD 2018 Mathematic Score People 1 Session A2 Question 12 請來畫面的訊息,如果你是新知的請你Post to畫面 Otherwise we can go on 好,來到第十二條,我們會講Reminder Freelium 很簡單,Reminder Freelium就是由Division Algorithm走出來 即是23除7等於3如2,我們可以砌回 23等於7乘3加2,這個就叫做除法算式 或者英文叫做Division Algorithm 就是透過這件事,我們特意設定了X是某一個值 令整個除色會達至0 從而就找到Reminder 可以Post to畫面看看 十二條A,它本身給了一個功能 這個功能就是裝著Polinoid 它就說X-3 is a factor 即是說X-3除了這個Polinoid 當X等於3,X-3就等於0 我們就設定了X的值是3 把本來X的地方換了3的話 我們最後就得出了3A加B加192等於0 另外它也有說,當X除了X加2的時候 它的Reminder就是2B加165 哦,X加2 X就等於-2 我們就設定了X是-2 最後也出了一條叫做2A加B加173等於0 好,我們要解決一點X-3 由於兩條色都分別有一隻B 一色-二色,我們就可以解決到A-19 再換上B,就會是-135 如果你不喜歡慢慢解決的話 就可以按計算機 不過你當然要先扯一下一本色 OK,計算機的顏色我都給大家 那你自己在Polinoid去處理吧 好,我們未進去Part B之前 我們會看看Choric equation OK,我們都知道 By這個Choric formula 我們就會計算到X等於-B等於整負 開方根B2-4ac 而B2-4ac就是我們所說的discriminate 好,如果它大於0的話 這個-B就是加一個數,減一個數 當然就會有兩個X值 我們就有兩個答案 如果delta等於0的話 加0,減0 沒有變壓,只剩下一個值 所以我們就說double root 兩個X都是同時間等於-B0-2A 應該就只有一個solution或者一個膠點 好,最後如果delta小於0 開方根一個負數當然不可以是real number 沒有real number 好,看看 現在Fx等於0 有人聲稱 這個equation 最少有一個irrational root 即是有一個無理數 有理數就是分子分母 都可以寫成為正整數 無理數就是做不到這件事情 哪些無理數 還有什麼根二根三的類 即是想不到尾巴的1.4142 我也想不到 好,我們看看 我們就把Fx等於0 當然我們換回A是-19 和B是-135 然後我們展開 然後把它撿到一條 3.415 我們也有印象 題目有提過 x-3是那個factor 一定可以脫得盡 我們就透過長序法 脫掉它 原來 x-3乘以4x次 4x-20x-45 就會出現原先的fx 我們研究一下 4x-20x-45等於0 這個問題 我發現它的discriminate 或者delta 就是-320 所以 這組 4x-20x-45等於0 就應該出不到vrational root 剩下一個就是x-3等於0 就是x等於3 我就可以很有信心地說 oh because the only root is not irrational root therefore disagree with the claim 這樣就完成了 好 看看2016年 2016年 我們都會玩Modernist equation 不過那一條就是 Full這個variation題目 至於2017年 我們對上那一年 又是玩這個efficient 不過當時 A part就是玩Division Algorithm 的 也都看到了 又要計算數 看看 它有些宣稱 9次就是玩Integer 的 好了 2016年 主打呢 就會是remender equilibrium 也有玩一下delta 2014年 就是直玩 不過是prefer2 2015年 你看到 都幾多 這個 我們所謂的 Protinomial more about Protinomial 也都牽涉到長除法 2014 太多了 我也不慢慢說 好 多謝大家的收看 有什麼問題 找我 如果你覺得我的work 是效果 麻煩你幫我share出去 這次經文人送給大家 因為我真的能夠教到你少少的知識 神卻教你的生命 有緣的在樓下市 大家一間教會見 多謝大家 拜拜